Hello 大家好 我是Maio 我現在感覺好像回家一樣 因為現在我們來到倫敦 我準備進去BOOTS 買一些drugstore的產品 去review給大家 我頻道drugstore的影片是最受歡迎的 因為價錢又是比較實惠 也會找到一些很好的產品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去英國的BOOTS 看看究竟有什麼 正的平價化妝品給大家 開始之前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要開個鈴鐺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就有新影片 好了 現在立刻出發了 BOOTS在這裡 我全英國第一次見到這個盤子 就是Morphe和James Charles的盤子 而且這間店好像很漂亮 所以我們直接出發吧 第一件事先拿個籃子 要在這裡 用50英國的 買了Fullbase的化妝品 究竟買了什麼呢? 還有究竟好不好用呢? 現在立刻出發 有這個Makeup of Session 一個倫敦的牌子 我沒聽過了 第一次的 但是我看到它有一個 mat powder 我想試 它叫做Game Set Match 就好像Game Set Match 食字的一個mat powder 3磅而已 真的30元而已 我想試這個 這個highlight 看得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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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粉 這個就黃 不如就這個 3元而已 兩樣東西 這個都是6元而已 Natural Collection 我沒聽過 但是呢 你看這個blush多漂亮 2磅而已 20元而已 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這個牌子 好像很多東西都很正 我現在想試這個brow kit 一個滑眉的 兩磅而已 還有這個 好像是一枝lip gloss 那樣的lip gloss 都是約2元而已 但是馬馬回來 我先留了眼影 眼影 眼影排這個 1.99元 我們來到 Mary Anne這個牌子 這個是一個 在英國的少女 中學會用的牌子 來的 這次是我第一次用 那我就想試這個 setting spray 它是Dewey Finish 它是多少錢呢 4歐 快要超肥的 好啦,跟著這些brand, Maybelline, Revlon,這些香港都有的品牌,我就不試了 免得買些香港買到的啦,待會你們又說,幹嘛試這些品牌 好啦好啦好啦,來到整間店,整間店最興奮的就是Morphe啦 它有Jacqueline Hill的Palette, James Charles的Palette,還有Jeffree Star的Palette 但我現在想試這個唇膏,試了一個屎嫂在手上,好像挺漂亮的 Rosted Nude的感覺 好啦,因為Morphe的Palette,我發覺全部都有 所以決定直接選一個lip kit,因為都沒試過這個lip kit 18元,三支 好啦,我現在試這個牌子叫做El,不知道香港有沒有買呢,好像不知哪裏見過有 這個應該是一個挺好的coverage,但又很潤的粉底 但有些太淺色,選是深一點的先 好啦,我選這一支7磅粉底,完成,完成,給錢 哈哈,我簡直是這個,省錢大神啊 剛才說多少錢啊?50磅嘛,是不是? 我今天選了所有東西之後,都只是43.95 我上一次拍和drug store有關,都應該是我上一次去巴黎那條片 等我現在在這裏出 就是這條片 那次買的化妝品裡面,十樣東西有五樣都是失敗的 但我對這次都頗有信心啊 因為這次買的東西,我覺得很多都好像很高質 那到底好不好呢? 我們現在馬上移動我們的現場去試吧 嘩,省省眼,又來到這個場地了 這一代的化妝品就是我在Boost裡面買的一些drug store化妝品 我發覺現在在Boost買很多一些中上價錢的化妝品 例如Huda Beauty, Too Faced, Fenty Beauty,這些都不算是drug store價錢的牌子 那我現在看到它是入了很多這類型的牌子 所以我都頗驚訝 我這次買的化妝品呢,盡量都是focus 買一些比較便宜的化妝品 只想著50元留下 誰知道我們可以利害到在43元裡面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了 好啦,我們第一樣拿出來試的就是這隻 屬於7磅50元的ELF粉底 那ELF是一個drug store稱霸了很多年的一個品牌 咦,它這個包裝首先挺有趣的 因為它有一個HANG在這裡 可以吊起,還有它是一個貼紙 因為很多時候在一些開價式的店舖買東西 你經常都會覺得那些產品可能有人開過 衛生都是一樣我很在意的東西 那這個包裝挺好的,因為你會看到它有一個膠紙在這裡 你要撕開它才可以用的 感覺上已經是衛生了一點 我這個顏色是一個Warm Yellow的Undertone 250 其實我昨天在店舖試一點點在上手的時候 我已經對它印象不錯了 因為我試在手背的時候,它的遮瑕度算是偏高 但是它是很滋潤的 它不是一種很pigmented感覺,很厚重的一個foundation 而且因為我昨天沒有買遮瑕膏的關係 我想試一下Double Layer這個粉底 究竟做不做到這個遮瑕的效果 它那個薄的程度是令我塗上它的時候 不會看到foundation的那個痕 而且皮膚很貼,貼服得來不乾 而且不失遮瑕度 這個遮瑕度最適合日常生活裡面用到 因為又不會太高,不會太乾 又不會有太脂粉味的感覺 因為我這裡有一個瘡的關係 我現在就上第二層 那在我上第二層的時候 開始覺得有一點偏厚 而且都不會遮瑕我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用這個粉底的朋友 盡量用一個layer就算了 好了 這個粉底的finishing很滑 還有一種光澤 還有很自然 我喜歡這個 好,下一個我們要試這個 Natural Collection的眉粉 我覺得它這個很特別的 因為它一邊是粉之外 另一邊是cream 那它就有一盒裡面有兩個不同的texture 可以用到 我會用cream的部分 化了眼尾 我覺得今時今日這個年代 很難找到一個特別exciting 微有關的產品 即是就算是Fancy Beauty Tou Faced Mega Hour Glass Shumura 通常這些品牌 出的和眉有關的產品 都要真的看到實物 試上眉 才會感受到那個產品的威力 不同你買眼影盤 你看到顏色已經很興奮了 但而這個眉的產品 就是其中一個 令我覺得很想快點試一下 好像會很興奮的一個產品 還有用完膏之後再畫粉 感覺都很自然 這邊是畫了的 這邊是未畫的 今晚我會去這個 Studio 68 這個跳舞學校上課 我每一次來倫敦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抽時間 去這個學校上課 它是一個裝修 就是有點熔熔爛爛的 一間跳舞學校 但它裡面的人 還有文化 所有東西都是很棒 很有感覺 在那裏學跳舞 就算本身跳舞跳得差 也覺得那裏的人 是很愛的 這樣去容納一些不懂跳舞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在那裏上課 跟著就是這個 也是自然的眼影 這個叫做 Milk Chocolate 其實我是給它這個名字 有畫到的 很想喝牛奶巧克力 好 現在先試一下粉 粉呢 粉呢 都飛得很嚴重 大家應該看不到我的鏡頭黑 還有為什麼我會選一隻 Single Color的眼影 因為我經常覺得 drugstore化妝品 其實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買來試一下 但是如果你買得對的話 其實你的日常生活 都可以整天用到 所以我就特地選一隻 可以整天都用到的 一隻單色眼影 我很記得以前 大學的時候 我是很少很少 極少化妝 是不是想不到呢 但是那時候 我是擁有一隻 MAC的Single Eyeshadow 我已經不記得 那個眼影是什麼 但那隻眼影 我用了超久 而且我覺得 我永遠塗了 那隻顏色的眼影 我的眼睛的形狀就會 所以我就想找一個 類似這樣的效果 開始Tinted了 糟糕 它的粉不算是很容易blend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覺得它的粒子 是比較上粗大的關係 blend的過程 是沒有那麼smooth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 Milk Chocolate的顏色 就在我身上 是非常不適合的 所以如果你有我這些 白得也不算很白 有少少warn tone的朋友 可以試一下這個眼影 好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 Makeup Obsession的 Game Set Matte的 Setting Powder 我會用一個特別的方法 A Touch From Heaven的粉撲去上 因為如果有看我新年的影片 我會嘗試用這個粉撲 因為我當時是我的人生 第一次用粉撲 所以我特地問了 創立這個粉撲的大師 他叫做阿B 他教我應該沾了產品之後 放一點點在手背上 然後再上 大家看到我額頭中間的位置有點亮 讓我嘗試用這個撲傷 會怎樣 嘩 立刻扁了 而且這個粉看起來 有一點點亮 大家看到我用的時候 有一點點弄掉粉底 這個就是大家的力度 要自己調整 但整體這個粉是不錯的 我喜歡這個 胭脂方面 都是買這個很便宜的 Natural Collection 這個顏色叫做Rose Blush 玫瑰胭脂 但我染得很多 話說明先 各位無論年紀上是一個少女的你 或者是有一個少女心的你 麻煩你盡快去買這個blush 這個是整個妝的重點 這個粉紅色 我覺得這個胭脂有點像 Glossier Cloud Paint的那種 學生的那種粉紅色的感覺 但它是粉撞版 我其實大部分都是喜歡用 粉紅色或霜 所以我常常都很希望 Glossier可以出 Cloud Paint的粉紅色的 而這個就是很接近的 顏色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塗多一點點 在顏頭上 立刻有一種年輕的感覺 覺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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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啊 我發覺我留了東西 就是眼線筆了 整支Lip Gloss的Liquid Eyeliner 非常幼 看不看分別 OK 搞定 這個Eeliner 不算是極度之容易畫 可能因為不是亞洲人的關係 它這個位置很粗 平時拿筆會比較容易畫 這個頭 如果要很精準地畫 那條線有一點難度 所以我剛才用這個畫眼線的時候 都要特別地小心 要不然就很容易出界 但是它的顏色 或者乾度 都是一個我喜歡的Liquid Eyeliner 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Makeup Obsession的Highlighter 這個Highlight Blush 兩個多 這次試的這幾個品牌 都是一些終極便宜的化妝品 但是so far很好 我突然想起我跟RICO Primark那條片的化妝品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那條片用的化妝品 真的很恐怖 價錢其實不差很遠 我想我有新年 都不會想去試Primark的化妝品 不要搞我 試一下這個Highlight如何 先看看 WOW 完全是Rose Gold的色 很漂亮 跟我這個少女的Blush很配 我喜歡這個Elluminating Highlight 尾二了 就是這個Dewey Finish的setting Spray 雖然這個包裝給我的感覺 有點入口 但是這個牌子Berry M 是很多少女很喜愛的品牌 所以我覺得值得一試 嘩 為什麼我噴了setting Spray 之後的Highlight好像這麼厲害 而且這個setting Spray 噴完之後臉有點膩膩的 臉很膩啊 臉怎麼辦 我應該怎樣呢 我應該抹掉它 好像火燒一樣 嘩 我想不是這個Blush出來了 是我的臉敏感 嘩 救命啊 敏感啊 好 終場休息 五分鐘後 好 我現在不理了 我現在直接跳到最後的產品 就是這個Morphe的這個lipset 這盒是這麼多東西裡面最貴的 是18元三樣的產品 連在一起 好搞笑喔 打開之後呢 裡面是用紙包裝的 裡面就有這三樣的產品 有筆、gloss和唇膏 這隻筆的顏色叫做 想說呢 這支筆呢 很像木藍色 整個texture 塗在嘴上也有一點木藍色的感覺 我不喜歡這些感覺的唇筆 所以我們現在立即跳去試這個唇膏 我想可能有些觀眾不太接受到這個顏色的罪 但我想說我也挺喜歡這種nude的顏色 還有這個唇膏的texture 是很硬的cream 但它不是很水潤的creamy感覺 所以你塗的時候可能要用力一點去swipe 好啦 今天這個look呢 就是我在BOOTS的drugstore裡面 用了43.95磅 完成的一個full face total look 來的 今天的產品呢 唯獨是這個 我現在稍後拍完影片 我就會馬上扔掉它 這個setting spray 令我的臉很膩 很膩 之餘呢 我今天試的所有化妝品 都很喜歡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setting spray之後 那些highlight和blush 立即變得不太漂亮 但剛才如果你在看影片的朋友 有我都會記得我剛剛擦blush的時候 是很漂亮的嘛 所以請把你們的記憶 停留在那個moment裡 乖 今天是個眼影 blush highlight 唇膏 還有個 最重要的是這個眉粉的產品 我也很喜歡的 所以今天大致嘗試的產品 都是成功的 平常拍這個類型的影片 超過一半的產品都是失敗的 所以很開心 真的可以拿這些化妝品 放在自己的化妝櫃裡 好啦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化妝品 或護膚品的朋友 如果有朋友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我都會有新影片推出的 同一時間記得要開個鈴鐺 開完鈴鐺之後 我有新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就會有 Notification 同一時間我剛剛新開了TikTok 我覺得很好玩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還有如果想知道多點我的日常生活的話 可以上我的IG看 還有記得要支持我的新歌 六角少年 知不知道 如果未看我的MV的朋友 快點去我的page 字頂的位置 記得要留言給我 我會很Appreciate的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嘩 好髒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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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